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好,有人说喝阴阳水不利于健康 什么是阴阳水? 喝阴阳水会对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呢? 首先阴阳的概念可能是一冷一热的概念 那我所说的阴阳水是煮开的开水 喝的时候加了没有煮开的冷水 这个是我所认为的阴阳水 那么煮开的这个过程之中 它通过容器,通过温度 它的很多成分,它的元素,它的磁场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使人体容易吸收 没有煮开的这个水呢 它的某种元素,它的分子结构 它出在这个生水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那通过实际的印证 我也去做了一些调查之后呢 有些人容易造成这个关节疼痛 这个问题 或者容易产生这个消化 来到生理系统的问题 他急着要喝水 但是煮开的这个水呢 或者茶水呢 又很热很烫 喝不了 所以就在自来水管里头 加一点这个普通的凉水 甚至加了冰块进去 这样能够快速地就凉下来 容易喝到胃里去 但是这样的水喝进去之后 几乎所有的人这样喝水的人 身体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这个作用最明显的就是 关节容易疼痛 甚至容易变形 我所知道的 我所调查观察到的 这个现象就是这样的 修身养性 健康生活 还要不断学习 为了你 我去试试 我学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